下面要出场的这两个人 他们之间的真挚爱情 让我们这些外人看来 同样是幸福的像花儿一样 说到这儿 不用我多介绍 您也许就知道是谁了吧 好 有请邓超 孙力 回见过你 你的笑容 大样熟悉 我一直想护起 啊 在梦里 跟现在比起来 邓超和孙力样子似乎变化不大 但这其实是六年前的一段影像 当时邓超和孙力的恋情 已经明朗化 面对媒体两人毫不避讳 《荡秀甜蜜》 你笑的甜蜜蜜 是你 是你 我 你笑的甜蜜蜜 你是不是有点像新浪花儿一样 你笑容着眼睛 你笑容着眼睛 日本欲播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孙力 他是邓超 不要走开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不要走开 大家接着看着《文娱播报》 小白鱼 不是这个 不是录这个 小白鱼 在此之前的2005年 邓超和孙力第一次合作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 回放当时的画面 两人似乎已经互生情愫 幸福像花儿一样中 邓超饰演的白羊 向孙力饰演的杜鹃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戏外 邓超也是下了一番功夫 才成功追到孙力 跟他说 做我女朋友吧 但是 直接说 我喜欢你 应该是后者吧 应该是后者 第一次约会 应该是在他家楼下 第一次 应该是出去 不敢出去 那时候 我妈妈在我很小时候就离婚了 而且我周围很多的长辈 他们都没有很幸福的婚姻 所以 应该说在我幼小的心里上面 就有一层阴影吧 所以她是鼠羊了嘛 就像绵羊 那你很喜欢这个 挺会的 不是 我挺喜欢的 在两人正式公布恋情以后 有一段时间 邓超孙力总是以捆绑的形式 出现在各类宣传活动中 但很快两个人 似乎有意单独发展 没有共同合作的戏份 出席活动也不再是初双入队 以至于在邓超孙力相恋的五年时间里 关于二人分手的消息几次传出 不过2011年6月 孙力邓超终于用实际行动 粉碎传闻 我希望我们两个 希望我们两个 相互一共 然后港湾的这种 我会好好交互你 我想告诉大家 我这里其实已经是两个人 希望你好好对我们 2011年11月 孙力邓超迎来了他们的小宝宝等等 邓超一度暂停工作陪伴妻子 孙力则一边照顾儿子 一边积极准备付出 最近辣妈孙力不断出现在各类活动中 人们发现 当了妈妈的孙力不仅美丽依旧 脸上还多了几分为人母的宽厚与满足 我现在看飞机 我早上飞到北京 现在录完节目赶快要走了 那现在这段时间是不是行程也特别近 对 所以你看 着急忙慌的 千万别摔倒了 下回再聊 回首孙力邓超 从恋爱到结婚生子的爱情档案 是对小夫妻在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 远比他们演绎的电视剧更加温情励志 都说伸出演绎圈维系一段感情会更加艰难 但邓超和宗力却用实际行动推翻了这个假命题 我们也祝福他们像曾经演绎的作品那样 永远甜蜜蜜